寄功活佛辞讯,奋勇修办。 路要去走,才能够到达。 坎坷的路要靠自己去填平。 崎岖的路要靠自己去应变。 考验来临要靠自己去琢磨。 困难的事是要燕耳门智慧。 所以徒儿们,别再停顿了。 一心了愿去吧。 好不好。 能够体恤之心,奋勇修办。 这才是维师贴心的好徒儿。 徒儿要加油,要再接再厉。 日暮西山了。 别再贪恋,贪玩,贪享受。 该是要整好装备,走向回家路的时候了。 维师也会一路上陪伴你们。 徒儿们,这一路走的,可得要保重啊。 咱们要有自知之明,要洁身自爱。 最重要的是要懂得装尽自强。 别再分心,谎了神,一步错,不不错。 再回头一百年生。 到那时才来后悔。 就真的来不及了。 徒儿,也别怕别人的嘲笑,怕别人瞧不起。 为什么我们怕别人对我们的眼光和看法呢? 那是因为我们把贾当真了。 难怪越修越愈足,越修越烦恼。 越修越走不出来。 虽然先天上每个人都有不足。 但是只要后天肯努力。 为师相信徒儿们一定能够战胜自己。 突破自己,这才是真正的勇者。 徒儿要知道,人生没有层层的困难。 就无法展现其深度,没有各种打击。 便无法展现其广度。 由此可知困难是意志的试经时。 处困难中才能使人产生智慧。 而一个饱受困难打击, 且能够耐得住风霜的人, 才能够展现出他的耐力与火候。 而最好的修行典范,是谁啊? 最好的修行典范,就是耳门的前人。 那徒儿,摸摸自己的良心。 想想这些年来,在修办过程当中。 为什么徒儿们责任担不起,愿不能了。 心性没有提升。 为什么总是找了一大堆的理由。 来为自己辩解。 要知道在真理的眼前。 没有理由这两个字,在圣佛的眼前。 没有困难这两个字。 为什么徒儿有理由,有困难。 第一看不透是奸情的谦缠。 第二悟不透生死大事。 第三不知道修行到底是为了什么。